遊覽車直行右側同方向 還有一名女學生騎著U-bike 突然間女學生撞到路邊停車的休旅車 倒在馬路中央 遊覽車司機隔天接到了一通電話 讓她非常驚訝才自己當起柯南 調閱行車記錄器PO網自清 自己說5號她突然接到警察來電 被女學生的家長報案說她撞到人 然後肇事逃逸 但她一直回想沒有跟任何人有發生碰撞 想到當時還有另外一輛遊覽車跟在叩頭 馬上調閱行車記錄器看了畫面 讓她更驚訝指稱女學生緊跟在大車旁邊 使用生命在騎腳踏車嗎 並且補充影片中很明顯是她自己撞到路邊車 司機相當無奈認為自己被栽贓 不過騎U-bike如果發生車禍 還是有基本保障 現在騎U-bike知道你的卡片是有登記實名制的 無論在實路上發生車禍死亡甚至是住院的話 都可以憑藉著一樓單據來申請保險 最高可以申請到100萬元 但不管賠再多錢也不比生命重要 不管開車騎機車還是腳踏車 事前時時刻刻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都比事後找肇事原因更重要 TVB新聞李傑 陳英哲 台北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